那第一個答案,剛好同學問到那個一閃一閃的,這個東西它會一直停在前面 不過主要原因我在想是不是在電腦上會有滑鼠的位置 我不確定說如果今天我要執行,假如說我執行在手機上會不會有同樣的一閃一閃 因為那個是叫鼠標,就滑鼠的游標,可是在手機上面它沒有滑鼠這個概念 它就是一個手指頭點擊的位置,所以這個可能要測試一下 剛剛同學有問到說我要怎麼樣執行到那個手機上面去 其實特別注意就是說,你要先做幾件事,第一個當然也是執行,不過執行的時候呢 你可以不需要啟動什麼,啟動模擬器,不過前提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你的手機插上那個USB 可是插上USB不代表就是說你的手機已經可以被電腦給抓到 那還要做什麼事情呢,像有些電腦比較麻煩需要到網路上去抓 像我這支手機,雖然是大陸做的,可是它有一個好處 插上去之後非常貼心,它居然把手機變成一個光碟 然後直接就把Driver給放上來了,我就直接把Driver點兩下安裝 就可以抓到了,我執行過去也可以沒有問題 不過好像不是每一支手機就這麼貼心 像有些手機,你必須去官方網站去抓,才會抓到Driver 而且是要forWindows7,還要看是三四位還是六四位 如果抓錯也是沒辦法 所以這個地方,確定要OK才可以 不然的話你也只能在什麼,在你的模擬器上面運行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那當然要確定說是不是會有閃爍 可能要執行到手機上面看 因為現在可能要再設定一下,有點花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如果按結束的話 會有幾個,取消的話就是回到原來 按確定的話就是真的跳離 那我需要做哪些事情 首先特別注意 第一個就是Alan Dialog 你要告訴他說 有哪些東西要設定 一,這個叫Title 所以會有一個方法叫Set Title 確定視窗 這個叫Message 所以這邊叫Set Message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有兩個Button 一個叫Native Button 一個叫Pasitive Button 所以有兩個不一樣的按鈕 你兩個不一樣的按鈕 你要去做分別的設定 所以會有Title Message Pasitive Button 跟Native Button 所以這個當然你不用死背 那我需要怎麼設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程式裡面呢 當然這邊 你第一個一樣在BEND的這個Button上面 Set Unclick Listen 一樣去實作 Unclick 然後呢,剛剛我同學問到這個東西什麼 其實這個東西不用理會它 這個只是一個註解 把它刪掉沒關係 因為註解的話 特別注意喔 你按兩個雙引號 這邊按兩個雙引號 它就會幫你註解掉 所謂的註解就不執行喔 所以在那個JAMA裡面註解 然後 或者是說你要快速註解的話 像這些 如果你通通全部都要註解的話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選取之後 按Ctrl加斜線 這樣就全部註解 如果全部取消註解 Ctrl加斜線 又全部取消了 特別注意喔 這一招還蠻管用的 那所謂的全部註解就是說 當你要改寫其他東西 可是如果你把它刪掉 它就不見了 怎麼辦呢 你可以暫時把它註解掉 這是一招 要不然的話就是說 你可以寫一些東西來 像這邊的話 我前面不是有寫一些什麼 宣告 然後跟那個什麼 有沒有 這前面這個東西就註解 那盡量啦 如果說你有些地方 不太熟悉的話 你也可以多打一些註解 記得在前面加上兩個斜線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Alan Dialog部分 有哪一些重點 第一個 我們要先 new一個Alan Dialog Builder 然後呢 在哪一個類別 特別說後面的話呢 是要告訴他說 你的畫面控制器 現在的主控權在誰的手上 那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個Activity名稱 叫做Main Activity 記得喔 不要打錯喔 那如果說你怕打錯的話 你可以移到最上面 會有個Main Activity Extense Activity 那個名稱 就是我們現在要的名稱 點this this 指的是什麼 參照到自己本身 參照到自己 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Activity 那他需要就是說 new一個Alan Dialog Builder 然後告訴他說 畫面控制器是誰 那我要做什麼呢 點set title 那特別注意喔 你想說 欸 new 怪怪的前面好像少一個東西耶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實際上就是所謂的匿名物件 那什麼叫匿名物件呢 就是你前面可以不需要任何的物件名稱 他就可以直接來使用 可是使用呢 你想說 不是應該是什麼什麼點嗎 為什麼這個地方直接點 因為他沒有嘛 所以你假裝他前面有東西 你就直接點 後面記得不要封號 不要結束掉 結束掉就完了 結果後面就會抓不到 點set title 確定視窗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這個地方呢 設定好一個點set title的話 有沒有發現 他的關聯性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 就是set title 欸 這個東西 有沒有 set message 這個東西 其實點 其實你點下去 他自動會跳出方法讓你選 點positive button 這個也是自己選的 他會自己跳出來 那確定的話是這個 這個 native button 就是取消 特別注意喔 取消的話 什麼事都不做 所以傳一個什麼 noor給他 noor是什麼東西都沒有 然後最後的話呢 記得還有一個什麼 點show 然後結束掉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按下確定 確定的話呢 必須要把這個app 給結束掉 那這個app要怎麼結束掉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 你必須要怎麼樣 在這個按確定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new一個什麼 unclick listener 特別注意喔 unclick listener 那不就是怎樣 等同是 在這個按鈕上面 建立一個 就是隨時 你去偵測一下 有沒有人按下去 的一個 listener 請聽者 檢查一下 如果有 特別注意喔 不過特別注意 就是說它是在什麼呢 我們前面是button 可是它是一個什麼 dialog 特別注意喔 interface dialog interface上面 建一個什麼呢 unclick listener 那底下的話 其實最終要實作一個什麼 finish就可以了 那這個東西怎麼做出來的 其實特別注意喔 它其實本來是 長得像這樣子 欸 有沒有發現 new一個dialog interface unclick 有沒有 一個小瓜糊 一個大瓜糊 對不對 游標放上去 auto加enter 一樣什麼 這個 implement mencer 它一樣會給你出現 unclick 你自動會出現啦 所以這個東西會自動出現 你只要打一個什麼 打一個finish就可以了 它就知道說 原來你是要把這個畫面給關掉 finish enter一下 就完成了 有沒有 所以按一下它 它就會幫你把什麼 把這個app給結束掉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實際上我們是用一個匿名物件的方式來做的 不過有同學說 老師匿名物件我不太熟悉耶 你可不可以幫我改成不要是匿名物件的 我試一下給各位看喔 如果你不習慣那個匿名物件的話 可不可以改成正常物件的宣告方法 當然可以喔 那不過在做之前喔 為了避免就是剛這個原來的東西不見 那我就把它再貼一次好了 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那底下的上面這個部分當成註解 註解把它 這個 control按住再按一個斜線 好 這個部分當成註解喔 讓給各位比對一下 那怎麼樣用正常的物件喔 其實一般宣告的是什麼 宣告一個earn dialog 所以喔 特別注意喔 在new前面呢 宣告一個什麼earn dialog 名稱叫ad好了 等於 new一個earn dialog 然後呢 在這個前面 在哪一個呢 在activity 記得分號結束 好 這個部分特別注意喔 我宣告完 這個時候呢 就會比較ad的物件產生了 剛剛是沒有喔 OK喔 所以比較給各位看 那我怎麼去使用這個物件 特別注意喔 在這前面加一個什麼 ad 點 set 然後呢 記得按一個分號結束 所以這邊要分號 這邊要分號 這邊要分號 這邊要不要ad 要 要不要結束 要 也就是說如果你執行任何一行的指令 一個方法 你都要給它一個分號 那那個剛剛匿名物件完全不用喔 OK喔 所以匿名物件跟這個地方最大的差別在這裡 這邊也要給它一個分號 結束掉 那個就是 Negative button要不要 再加一下 然後 最後這邊也要給它一個分號 好 這樣就完成了 這邊也要show 所以你會發現了喔 匿名物件跟非匿名物件使用起來 好像匿名物件方便許多吧 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匿名物件跟非匿名物件 只是多了一個什麼 宣告ad 他是一個什麼呢 alendar builder 執行起來一模一樣 但是哪一種比較簡便 上面好像比較簡便一點吧 但是 可是理解上面好像比較不那麼容易理解喔 所以這個部分喔 給各位參考一下 有所謂的positive button negative button 其實喔 如果問各位啦 假如說按鈕的話 最多有幾個 欸 理論上是不是有兩個 但實際上喔 還有一個 如果說你要產生第三個 你其實可以試試看喔 在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 set 比如說你想要再增加一個的話 你可以再增加一個 就是 ad 你可以打一個 電 set 我記得好像有個natural button吧 有沒有 native native 是取消嘛 還有一個叫nature button 這個 那這個nature button 你要做什麼用呢 也許你是 取消 然後這個傳入我好了 我什麼事都不做 你可以怎麼樣呢 這邊叫做 確定 取消 那中間這個的話呢 不確定好了 或者是 等等啦 反正就是多一個按鈕 就會有一個叫不確定的按鈕出現 OK喔 所以直接執行好了 那你這個地方 直接執行 欸 各位沒有發現 我剛剛是不是裝了我的driver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我現在要把這個app 執行到我手機 可以 可以 執行到模擬器 可不可以 可以 由你自己決定 那不過我像 我還是執行到這個好了 就模擬器 按確定 所以剛剛有同學問到說 怎麼樣執行到手機 很簡單嘛 你就直接呢 把那個手機的driver灌上去 將來執行之後 他就會有選單讓你選 OK 那實際上 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最後喔 我們只是把那個什麼 把這個地方 再增加一個 就是用物件的方式 把它完成 其他的話 也許你再增加一個 所謂的natural button 然後多一個不確定 那run起來之後的話 看到結果就是 你把它run起來 它就會多一個 結束 有沒有發現 就這個啦 是否 這個其他都一樣嘛 多一個什麼 不確定 那不過因為我這邊後面是怒喔 怒我意思是說 我什麼事都沒做啦 但是如果你這樣按下不確定的話 你可不可以 也許你可以改一下 如果按下不確定喔 可不可以再跳一個toast出來 也可以啦 不過這個部分 你可以自己再延伸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喔 所以 匿名物件 跟非匿名物件 的部分 差別我想各位試試看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 就先講到這裡 那另外就是那個動畫部分 我想後面有時間再來講好了 今天主要是講那個 第四個章節 那個 有關 就是訊息方面的 就是 tost 這個用的狀況 其實非常的多 那當然 那 那 那個 延伸 在很多延伸的範例裡面 甚至 還有在 那 讓使用者可以填寫的 跳出來上面可以填寫 另外呢 還有就是說 下個禮拜 我們也許 繼續再來看那個 第五個章節 就單選 就 radio button 跟那個 多選 或者是 spinner 下拉清單 大概也是其他的主要 會用到的元件 那 基本上 後面 盡量 如果說你的元件設計 比較不熟的同學 盡量還是自己再拉一下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沒有辦法說 每一個每一個拉給你們看 但是我會跟你們講說 這個東西 你怎麼放上去 設定哪些重要的property 然後 設定屬性 重要的改一下 畫面就做出來了 至於剩下那個 程式部分的話 我想大概流程都差不多了 所以 可能我們就是 把 跟前面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做說明 如果一樣的話 也許 我就跟同學講說 不然你就是 再看一下前面的部分 因為前面也講過了 每次都講一樣的 感覺好像會 不要浪費時間 所以如果前面有講過的 我們盡量就不要重複了 有些東西就 不要一直講一樣的東西 我們盡量就往前推進 所以下個禮拜的話 就單選複選 然後再來就是 再更進階的元件 或者是有其他的範例 我們也可以來講一下 OK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